花蓮縣刑警大隊追查一起槍支案件 發現槍支來源疑似為台北市萬華區的流信鑰匙 並且在28號持搜索票到流南家中執行搜索 果然在現場查獲大麻毒品、虛擬槍支等違禁物品 全案依違反乳品危害防治條列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而其餘部分則有待鑑定結果出爐 大家都快餓死了 鑰匙我也要喊一聲 不過不是為了我自己 是為了萬華 為了這裡的弱勢 因為我是萬華養大的鑰匙 在臉書上PO影片激動開嗆 未弱勢族群發聲 萬華流氓鑰匙劉信和正義感十足 更曾在爆發口罩之亂時拍攝影片 衛福部長陳時中還曾頒發感謝狀給他 甚至在警方逮捕毒販時 從藥局衝出來協助自拍影片PO上網 飢餓如仇如今被逮到 他涉嫌賣賭又賣槍 桌上的證物都是從 劉信和文山區核心路的住家搜出 根據了解 華聯刑警大隊原本在4月 破獲非法兵工廠 向上追查源頭意外發現 萬華36歲流信鑰匙就是槍支來源 到他目照家中及萬華藥局搜索 插扣1.6克大麻一包 標刀15支及模擬槍2支還有子彈6發 在今年上半年查獲了一起槍炮案 經溯源追查發現 來源系台北四萬華區 流信鑰匙 並在疫情趨緩 7月27日降級後 立即在28日持搜索票 到台北四萬華區文山區 流信鑰匙的住所等處搜索 過去給人正義感形象的流氓鑰匙 近私下從事不法 如今狼狽落網 跟過去仗義直言的模樣相比 格外諷刺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